不少遊客離開花蓮都要人手一袋帶走當地的民產 不過受疫情影響呢 實際走訪市區中山路和中華路的伴手禮店家 街上是冷冷清清的 甚至很多家都暫時歇業 業者表示說現階段就是苦撐減少人事成本支出 或者是靠網路宅配等方式來彌補收入 花蓮叢林確診 至今已累積近40個確診病例 宣布三級防疫之後 花蓮市區中山路和中華路一帶的伴手禮店家 不是暫時歇業拉上鐵門 就是縮短營業時間 為了配合防疫 也有店家暫時禁止民眾入內選購 避免群聚感染的風險 那目前大概掉了 跟漁王一起來 疫情的時候大概掉了幾乎 七八成有 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目前的話 我們會盡量不要讓客人進來店裡 那我們會盡量在外面 幫客人量體溫 做QR Code的 實際登陸這樣子 那我們在業績方面呢 真的是掉了蠻多的 因為現在就是盡量不要跨縣市 那我們就是用網路的方式 讓外縣市的客人也可以買到我們的產品 街上冷冷清清 幾乎沒有民眾出門 店家紛紛轉透過網路行銷增加收入 基本上客人都不會來逛了啦 進來一進門就是買了米 他們就快快的就走了 通常不太會停留 對 也不太能夠聽我解釋啊 他們會怕 其實我也會怕啊 我也不知道對方是誰啊 對 所以一般 一般基本上觀光客都沒有 都沒有 都在地人這樣 我就是加強蝦皮 就是網路那一塊 還有網路 還有臉書的行銷 那你說業績有沒有掉 一定掉啊 幾乎基本上沒有 沒有人會進來 就是只有 我是電話預約 或是說在蝦皮上面PO 在臉書上面PO 在Lite上面PO 然後客人呢 他就是用匯款的方式 或者是 大部分是網路刷卡 然後我就直接幫他們配送出去 這一波疫情其實跟去年是差很多的 我們今年到目前為止 還看不到底 好 那除非 大家都打了疫苗 有了保護力 感覺上好像有 有一點見底了 所以其實 以目前來講 有些 底子比較厚的 可能可以撐一兩個月啊 可是 再繼續這樣下去 兩三個月 我覺得 是真的很困難的 那一家店代表後面幾十個家庭的生計 我覺得這是大家必須要考慮到 大家可以持續多久 不過現在就是大家共體時間啦 所以 大家辛苦了 業者表示 更沒有疫情影響比較下 業績至少都掉了一半以上 甚至掛鈴 還在營業中的店家則是嚴陣以待 多少還是擔心有跨現實的民眾來採買 不過都還是期盼疫情早日趨緩 恢復往日熔景 記得蔣幫燕華聯師報導 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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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到